国道1号285K加860排水箱含改建工程坚持 每项工程严格执行职业安全卫生管理 落实工地安全、工人安全、家人安心三安计划为职安最高守则 工程主办机关交通部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新营段 希望本工程从行车安全做到施工临灾害完美目标 建造及设计单位进国工程顾问 研移要求采用创新工法 连续臂及配合半逆打工法 避免大范围开挖及回田 此工法可缩短工期、安全环保及具效益 工地师座导入创新科技 采用建筑资讯模型BIM实施施工安全评估 研发AI辨识系统 胶围键变段设置红外线感应装置 划设警戒范围透过AI人工智慧自动辨识系统作为警戒防护 若有车辆侵入或交为设施倾倒时 透过AI辨识系统与4G网络即时传输 展开处置 工程人员进出工区运用IoT物联网系统 人员进出利用e-TAG以RFID非接触试读卡记录 即时判读融入公安馆制作安全管理系统 透过CCTV监控工区动态 资讯立即透过APP分享 结合工地即时影像串流至截取系统 辅助门禁管理 双重确保人员与工区安全 这套系统不仅作为工区人、车、施工现况掌握 各能借由系统进行各项实体照片搜集 工程问题的资料分析 确实掌握骑程与施工检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